热眼透视今天要带您关心到的是 本土的疫情是持续稳定的降温当中 在今天新增了3.1万例的本土个案 比上周日减少了蛮多的 那么指挥中心分析说目前应该是已经脱离的高原期 如果疫情持续的下降 从11月开始就可以来讨论放宽口罩令 大方向是会分阶段来实施 眼看着疫情趋缓 指挥中心也透露将眼拟缩短确诊者的隔离天数 在这一周会召开专家会议讨论 最可能的方案是把隔离天数 从7天缩短到5天的时间 确诊隔离天数有望再缩短 指挥中心透露本周就会讨论 要把隔离时间从7天缩短为5天 核实会其实这个部分还需要再讨论 试着还要再看11月7号的政策 松打之后的意见 缩短隔离天数也有望让更多确诊者 能在九合一大选外出投票 求证巡医师认为 如果确诊者打过三剂疫苗 其实隔离三到五天 快筛阴性就可外出 但前机管局长苏毅仁表示 隔离缩短为5天意义不大 要是隔离有用 每天不会还有三四万人确诊 应该要让亲证确诊者 能外出投票 只要戴N95口罩 酒精消毒并限定时段即可 前机管局副局长施文宜则建议 可推行选举泡泡 定出例外条款 例如确诊者外出投票 要戴上双层或是N95口罩 限定外出时间和交通方式 也需经过医师评估 这次选举是九合一选举 所以一共再加上一个公投 投开票所可能要选的 都是不一样的责任 所以那个选举泡泡要怎么规划 我是想不太出来 至于本土疫情正稳定退收 30号新增3.1万例 比上周日减少 如果疫情平稳下降 11月起指挥中心也将讨论 要分阶段松绑口罩令 接着我们的